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往里面来看它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那老师呢 依次给大家走一走啊 第一个 如果所有的case都不匹配 执行case下滑线 类似于加尔的default讲过了 如果所有case都不匹配 你又没有写case下滑线 则会抛出一个异常 加往里面呢 匹配不上 他也不管了 对吧 加尔里面如果匹配不上 他就自动退出 但是到了我们match里面呢 没有匹配到 他会抛出一个异常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 我在这里什么都不写 对什么都不写 那么我这里呢 故意写了一个特殊的字符 比如说锦号 锦号在这里一个都匹配不到 你又没有写默认匹配 那么我们的这个运行结果会怎样呢 会抛出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就是这个match error match error 这个大家要注意 也就是说你以后要养成一个习惯 只要是我们的match里面 一定会至少有一个case下滑线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的 这个呢 案例我就不说了 还有一个每个case一句 不用break自动中断 第四一个 可以在match中使用其他类型 而不仅仅是字符 也就是说 他匹配的时候这个类型呢 你想写什么 就可以写什么 类型非常的松散 那比如说 同学们再看一个案例 我这里再加一个匹配 比如说我除了去匹配这个呢 我还想匹配一个1 如果你是1 我们也匹配 我就说出一句话 比如说 匹配到 匹配到这个1 也可以 那你还可以写什么呢 周老师 我还想写 匹配字符串 也可以 比如说你写一个汤姆 也没问题 它这个类型呢 比较松散 匹配汤姆 这个也是 这个还不行 看看啊 这个字符串 在这地方 它不支持 那么换一个别的啊 比如说换一个小数 1.1 那匹配到 这个 1.1 好 那么字符串的匹配方式 是另外一种方式 待会我们会说 那么给它改一下啊 比如说 我这写个1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匹配到1 这句话就会输出 好 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呢 给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好 所以说这个类型呢 它是可以混着使用的 第五一个 这个符号等价于 switch里面的这个冒号 以前我们写的case冒号嘛 这个符号 就箭头这个符号呢 到下一个case 是作为一个整体之形 因此可以用大括号 扣起来 也可以不扣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举个例子 假如 我在这个加号里面 我除了这句话 我还有好几句话要执行 那我肯定不能写在同一行了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 又写了一句话 print OK 不扣号 然后呢 print 比如说 hello hello 不扣号 等等 你看这个地方呢 你如果比较到加号 它会把这三句话 做一个整体之形 而不是只执行一句话 那么我们来玩一把 比如说我把这个换成 加号 那这个图书 这时候你会看到这两句话 都会被输出 执行 请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都输出了 这种写法呢 看起来比较怪 不利于阅读 所以说更多的程序员呢 他会这样写 他会把它包起来 这样包起来 看起来呢 会稍微的更符合我们程序员的这种风格 我也建议大家以后 如果有case 多个予建议 用大括扩起来 做成一个代码块 更利于我们的阅读 所以这呢 我也给大家提了这么一个特点 好 关于match的这个细节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 其他的地方跟switch都大从小异 好 我把这个呢 给大家搬过来 这是细节问题 好 给大家版书到我们的笔中 第一个 我讲了 这里 哎 讲这里 第二个 第三个 好 第四个 匹配呢 可以是任意类型 好 这边第五一个 第五一个 好 第六一个 好 案例呢 这个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案例 我把这个案例也放到这边就可以了 啊 案例 好 案例 案例呢 就是刚才这小节 我沾过来就行了 就是刚才 特别改动的这一部分呢 我单独的给同学们拿过来就行 当时我们在这儿加了一点东西 就是可以匹配的类型呢 不仅仅是这种 哎 你可以加新的类型 第二个呢 这个代码 块这一块 哎 你可以多行 用大括括起来 好 这是我们的 呃 这个细节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好 这是match的细节 好 截取一段 小事